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小丹和文家曾经在去年的中国公开赛当中打进过双打的四强 他们这对组合没有取得过太多的好成绩 那么李嘉威和孙贝贝的这对组合在2008年国际拼联联联联联赛总决赛上 他们战胜了韩国的肖球组合金锦娥和朴美英取得了冠军 2010年是在第19届英联邦运动会上 他们曾经战胜队友冯天威王月谷夺冠 文家在这次卡塔尔公开赛的女单的比赛当中 他是输给了来自波兰的选手 中国队的这六位小将最终晋级到前四名的是陈梦和李小丹 那么他们在半决赛当中呢又再次相遇了 最终呢是陈梦进入到了决赛 他和韩国的石鹤镜来争夺卡塔尔公开赛的女单冠军 那么男子单打进入前四名的是王浩 朱世贺 马林和许心 在今天下午呢 我们体育频道呢 已经为您播出了卡塔尔公开赛的女子单打四分之一的决赛 可能很多观众都看了 其中一场比赛呢 就是由中国的小将陈梦 对德国的交球选手韩盈 这场比赛可以说惊心动魄 并且这个陈梦啊是死里逃生 最终是四比三反败为胜 在局复零比二一比三落后的情况下 也是靠着自己的这个意志 包括对方的这个比赛经验 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一个特别成熟的状态 最终是陈梦晋级到了前四 从 Singapura 1 2 7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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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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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双打在半决赛当中,马林许欣是战胜了日本的岸川盛野和丹宇孝希,晋级到南双的决赛。 另外,韩国选手金东贤和李庭佑是在半决赛当中战胜了亚尔多斯和哈比松,晋级到了南双决赛。 卡特尔公开赛创办于1994年,基本上是每年一届,今年已经是第16届了,但是中国队在参加了前8届的时候,成绩并不太理想。 从2005年第9届,卡特尔公开赛王立琴才成为了第一个男子单打的冠军。 老乡王立琴是夺得过05-06,10年三次男单冠军。 马林是在07-08两次夺得卡特尔公开赛的男单冠军。 另外,波尔是在09年战胜马林夺得过这项赛事的男单冠军。 好,我们为您介绍一下女子双打决赛的第一局。 这么多不合说的。 王嘉和李小丹,他们俩是左右搭 新加坡的李嘉威和孙伯伯是两个右手 李嘉威的正手是正交,反手反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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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位选手的技术特点呢 就是文家和李小丹 他们俩的旋转更强 另外他们俩在退出来到中台 拉湖圈打相持实力的时候 旋转要强于孙伯伟和李家威 反过来就是李家威和孙伯伟 他们是以静态为主 是以打速度为特点 现在第一局比分是3比5 双打的比赛特别是女子双打的比赛 现在呢还不能像男双的水平那么高 男双一般我们看到 从比赛当中接发球第一板全是进攻 就是像张继科马龙啊 包括王浩 他们在双打接发球的时候 基本上用反手的拧拉 反手的进攻 来打成上圈球 但是女子的双打 她在接发球上是以白短 搓长 配合挑截 好球 现在两位小将就是要做特别充分的准备 因为李家威和孙伯伟 他们是有很多大赛 国际比赛经验的搭配 那么在今天这场决赛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打成8比6 就是上来 开局的时候 他们俩就打得非常的凶狠 无论是从李家威的一些进攻 和孙伯伟在进台的一些快节奏的快撕快拉 这种球呢 都是显得比较积极主动的 也就是说先发动 这板球对李家威来讲 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球 因为搓到正手之后 作为正交来讲 这个球确实难以处理 拉不出旋转 这样10比7 孙伯伟和李家威先生的逼局 这边是一场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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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这是中国女队的年轻教练 陈铭指导 也经常呢 做我们体频道的解说嘉宾 他也是陈梦的教练 现在在他这个组啊 他还负责带这个主管丁宁 并且呢 在业务上呢 非常谦虚 那么从这场双打第一局 我们看到就是新加坡的 这两个选手呢 他们很有国际比赛的经验 就是在开局的时候 发动得很快 上来打得很凶 那么文家和李小丹呢 相比之下呢 就是显得有一些 破手不及 准备不足 那么上来呢 这个一些主动进攻 组织进攻的球比较少 好 我们继续为您介绍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这个战术呢 在第一局的也多次使用 就是脱球 底板在揭发球 搓到李家威的正手位 因为李家威是正雕 他拉不出旋转 但这个球呢 要脱得再狠一点 并且下一板防御的人 就是这板球防要能够防得住 不停 2,2,1 目前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特别是奥运会在团体比赛当中 这个双打这一分啊 也之后可以说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当两个队水平差不多的时候 那就看今天大家都知道 谁的双打好 谁能够拿下双打 谁就赢得了整个团体的胜利 现在人家和李小丹呢 他要能够首先调动开着两位选手 要能够调动起来 从正手突破之后 把角度打开 然后压回反手 两个右手他存在一个跑位的问题 Led Po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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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李嘉威呢 他正手有特点 正手他是于速度为主 正手是正交 但是正手虽然打得很有威胁,在连续进攻的时候,他还是会出现失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中国的年轻小将们在国际比赛的次数还是非常少。 所以对于像李嘉威、孙伯伯这样的运动员,他们对他的旋转、力量、速度都不是太了解。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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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好的。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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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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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四 五 三 四 三 四 五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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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人家的全球排内短球的挑打得分 是倒吾 好球 好球 打起多板数强强对抗的相识球呢 还是能看到文家和李小丹的实力 因为他们俩毕竟是一左一右 两边反交以实力为主的选手 并且他们俩有旋转 现在比分是6比7 这场双打的比赛 如果说李小丹和文家 第一呢能够体现年轻选手 参加这种国际比赛的一种高气 一种冲劲 第二呢就是更多的能够体现 在比赛当中技术的先进性 因为文家和这个李小丹 和李嘉威 孙贝伟就根本就不是同一代的选手 从技术的先进性来说 文家和李小丹应该远远先进于 李嘉威这对选手 发球接发球呢 现在我们看来这个女运动员 她就是这样一种思路 就是在双打比赛当中呢 她的接发球手段比较少 比较单一 一个是白短 一个搓长 调打的都很少 那抛开这个发球接发球 在相持当中 在旋转里面 在节奏上我想文家和李小丹 还大有文章可做 两十一大 文家李小丹拿下了第三局 前三局打成二比一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这场女双的决赛 在前三局 中国队是二比一领先 其实这场比赛 我觉得两位小将 李小丹和文家 还可以打得更好 还可以放得更开 技术发挥得更全面 我们期待 漂亮 好球 哦 我们看到 从 这个球 可以感受到 新加坡这对选手 他们配合的熟练性 两位 一位 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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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三 四 愛 文家在本次比賽當中 宇丹是2比4 輸給了波蘭的選手 波瓦卡 我覺得今天的比賽 文家並沒有受到 單打的影響 另外單打呢 宇丹的比賽姚燕是1比4 輸給了韓國的石賀鏡 另外六位中國的小將 女選手參賽呢 在資格賽當中出局的還有 顧玉婷 兩 五 五 五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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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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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李嘉威和这个孙伯伯的一个速度的展示 现在都没有达到最核心的地方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还是显得有些拘谨 因为李小丹毕竟参加国际比赛的次数不多 所以今天在场上就是这种自我的表现 比赛的一种兴奋感 在场上的没有完全的展示出来 如果在比赛当中 运动员仅仅被这个输赢来左右的话 其实在场上打得会很别扭 很多球呢它蛮可以扒回出来 但是这个球呢又有点打不到这个一些核心的东西 那么再高的境界就像世界最顶级的一些选手呢 他能够做到出神入化 每个球都有他的意思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 好球 李嘉威和孙伯伯反手的跑位已经显得很快了 一个是李嘉威的反手快思 孙伯伯反手也能够加得上力 7 10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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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双打是由马林许欣对韩国的金东贤和李平佑 马林可以说是奥运会世锦赛的这个双打冠军的获得者 许欣呢 许欣呢在去年的视频赛当中和马龙也获得了男子双打的冠军也证明了双打上面的能力 就是双打现在对于老将马林来说更是重中之重 就是他现在从单打的这个体力往下来说 就是他现在从单打的这个体力往下来说 我们也看到单打的技术状态 在去年很多的比赛当中都是两位年轻的小将在决赛当中会师也就是张继科和马龙 所以马林呢在单打上现在可能还达不到像张继科马龙那样的一个比赛成绩 但是双打和奥运的经历比赛的经验这一点是他的强项 所以马林的这个奥运之行啊奥运会今年还是值得大家去期待 现在文家和李小丹呢已经打开了局面 这个季战术他和每一板球都能够衔接上 所以你在这个一个比赛当中打通了之后呢 就像一根线一样他把很多东西能穿起来 前面呢就是磕磕碰碰 各项技术呢归各项技术 就始终串不起来 敌少 敌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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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在打到相辞阶段 明显李小丹和文家有优势 再到腾下 再到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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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到三秒钟 四 天 五 天 五 天 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人家和李小丹取得了胜利